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中小型物要特别小心 那来看看这几档股票来看的话 第一档我跟各位报告华雅科 华雅科最近融资是大幅的减少 最近法人买很多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华雅科的K线图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单从技术面 底下放一下这个法人的进出 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华雅科跟什么很像 跟刚刚的TPK是很像 法人事实上从来没有不去照顾他 动不动就买一下 动不动就买一下 就跟什么 跟友达军创是一样的 因为有没有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丘银股 会不会因为法人 外资大买之后就往上走 也没有嘛 还是往下走 大家可以看到 法人虽然在买超 融资在做减少的同时 来看一下 这个底下放一下成交量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看看成交量 各位看到没有 在最大量的时候 这个地方 开始往下杀之后 量能做萎缩 表示什么 杀低之后量能再做萎缩 追杀的力道 确实因为短线跌升之后 本一比剩下两倍多而已 净子还有18块多 确实卖压会开始逐渐的减少 但能够弹升多少呢 这个地方我想 先看大概10均到20均线 这个地方 弹升上来接近到附近位置 只要一看到量说 对不起 就赶快准备撤手 那突然间又报大量 跟这根大量 超过3万张大量的时候 你也要谨慎小心 表示什么 弹升上来之后 开始有人往上去做 丢筹马一个动作 这是在华雅科的操作 要稍微谨慎小心 所以是要快很准就对 要快很准 因为不要忘记 包含华雅科 南亚科自己都说第三季 基本上他们看法保守 低运会掉到什么时候 他们都说不知道 都不敢去做预测 所以这是公司本身 去说出来一些方法 那空间可以抓多少 抓一成吗 希望期待有一成 我刚刚讲 在接近10均到20均线 对嘛 差不多 大概稍微去做一下 一个方向 大概给投资朋友参考一下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抢 这种瘦身股 之前跌得很深 可能产业前景也没有 这么样的明确的 对 你再抢反弹 可能要注意 就在10均跟20均线之间 这个就要开始稍微注意到 第二点看一下彩晶 那以彩晶来看的话 其实我在节目中 说过很多次 它就是我们这些 首说的蚯蚓骨子一样 大家不要忘记 单单在今年 整个中国大陆 目前有12座 6代厂 这些就是 彩晶是做小尺寸面板的 那这大部分运用在手机 那今年可以看到 手机在中国大陆这一块 除了大陆的产能 开出来之外 那再加上本身 中国大陆的手机 这是为什么大家对第三季的看法会保守 就是认为 在第三季 中国大陆的手机需求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往上做转身 那大家现在寄望 10亿有没有机会 那是后续的问题 但就用不想看 彩晶所面临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 以彩晶来看 大家麻烦看一下 这个可以检测 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融资余的大幅的减少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成交量的地方 给各位报告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它的量也是有做一些萎缩的一个现场 就是说再下沙力道是做减缓 但是它弹生的力道 因为从基本面条件来看的话 可能比起这个 刚刚所讲的华尔科 要稍微更弱势情况之下 可能弹生的力道 就会更加的一个减多 就是投资平衡在持有彩晶的时候 要稍微谨慎小心 那尤其这边很多外资买 我认为就跟中环一样 很多中环这个股价那么低 外资再买 我认为可能是 是不是假外资 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外资我不认为它 落肉货只有停多 公司不见 你说像有些产业 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 它还去大买 我认为这后面都有一些 可能是假的外资 要稍微谨慎小心一点 那另外来看看第三个 长荣行 长荣行目前来看 它现行架构 是属于一个短多上的一个排列 是属于多头式的一个排列 那因为来看 就是石油的价格往下掉 再加上这个所谓伊朗的 这个和这个所谓 和子的这个协议的达成之后 股价最近也往上做反弹 因为如果说预估 未来的这个石油的价格 每一桶掉10美金的话 对于这个长荣行 一年的这个所谓的 汽油的成本 会减少40亿的一个支出 但会不会再跌10块美元 我个人是报时 大概不会跌那么惨 所以来看不管怎么样 但基本上来看 至于这个所谓石油的成本 会大幅下降 是可以期待到 有些反正预估比较乐观 说今年大概可以赚到2块5毛钱 但是各位来看看 现行价格 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看看现行上一个 这个K线图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K线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波 它事实上也反弹到 这个所谓季线之上 对不对 但你可以注意到 最近在这边攻击的力道 虽然是价量起扬 但是前一波高价的地方 23块6毛5 麻烦把图形缩小 图形缩小 你可以看到 这之上有没有 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就是属于大的一个 密集套牢区的地方 除非后续能够连续出现 5万张以上的大量 不然到目前为止 再往上攻击上去的力道 可能投资者朋友们 在追加上 就要稍微谨慎小心 持有的投资者朋友们 就要稍微注意到 见到量大部长 或量大长黑K 比如说像这种线型 有没有 这种黑K出现的话 那你就应该做一些 可是它这趋势 可不可以比较拉长看 因为油价 你觉得油价还会在大涨吗 大涨是不见得会 但是因为不要忘记 长同行因为第三季 刚好碰到是旅游的忘记 那这个很好啊 第三季过了以后 对 你股价是反映在钱 它这一波就是 从18块8毛 反映到23块5毛 是拉长在这个地方 刚刚我说过 法人预估赚2块5毛钱 你忘记了 你还有第四季 这过年圣诞节 每季都有忘记啊 没有第四季 它要等到年底 我只是从油价的下跌来看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但我认为 我刚才讲 它预估油价 如果说假设它现在是50块 你要跌到40块美元的机会 我认为几率不大 它之前那一波大涨的时候 是油价已经跌到差不多 42块多 也没有跌到4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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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波上去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大概 就注意到 因为它问题是多头架构 但是反弹到 这个之上的位置 就要稍微谨慎小心 见到量大部长 就应该做一个顺势把挡 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看看 金像店 金像店我认为 倒是这几档股票里面 可以稍微多加留意的 为什么 你第一名是这一档 对 我认为在多头上 第一首选 第一首选是金像店 为什么来看看 麻烦跟各位看看 线型架构 来看看 除了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 短线上 在这边 虽然量还没有 最明显的增加 但是基本面条件 可以稍微注意到 为什么 它在7月18号股东会 金像店说到 在今年伺服器 跟网通的订单回来 所以7月份以后的业绩 会开始回温 第三季 公司说得很清楚 是一定忘 所以既然公司敢讲 这种话的话 基本上它有它的依据条件 法人预估第三季EPS 大概是来到0.64元 会创下历年来 一个单季的新高 所以股价在相对 低点条件之下 我认为金像店这边 筹码相对沉淀之后 反弹的力道 而且离这个季线 看到没有 在13块8毛 还有一段位置 所以我认为 它的反弹力道 会稍微比较强一点 所以我认为 这几档股票里面 金像店可以稍微 多加留意 本一比只有5.43倍 那最后一档的话 事实上的话 注意到最近 前两天可以看到 法人一下 大幅度的买超了 这个两千多张 所以可以看到 在这边 是不是能够 强劲的往上做推升 尤其在第二季 虽然预估是比 这个第一季优 而且七月份一周 有机会再创新高 但是短线上 弹势上来之后 季线之上要注意到 除非量能持续放大 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在这边 形成一个震荡整理 好的谢谢 我们的马哥 帮大家做解析 那刚刚其实陆明副总 从期货带大家来看 整个大盘有机会反弹 那是不是真的只跌 可能还有待观察 可是融资这两天 大幅度减肥 那么请教您 就是说融资的追缴 是不是警报 已经是解除了呢 这算是接近尾声 可是今天有的股票 还是在跌 这个时候的话 还是要特别流行一下 我们就举几档的股票来看 因为这个看起来 就是说整体的融资 杀出的幅度很大 因为像昨天 像这个上贵的股票 很多的都是大量的 做了一些的一个杀出 那不过我们觉得说 有些股票是错杀的 但是有些股票 真的看起来就不太妙了 那我们就举这个股松好了 我们先举这个股松来看 这个线形比较不错 老婆可以把它再缩小一点 拉长一点 越小越小越小 那股松呢 其实他每一季的 他都还是都是赚钱的 赚一块多了 那之前股价 你看这个拉伸拉伸拉伸 拉伸到这边的话 来讲的话 他其实已经来到什么 之前大的平台的整理区 大的平台整理区 所以你看他这融资 他这下跌 其实融资是在降的 不像有些这个股价 这个在下跌融资 还逆向增加 所以我觉得说 他这个 但跌得很深 而且他这个 其实是有赚钱的公司 我想法人 在这个大盘的本益比 已经来到15倍的情况下 而且跌这么深情况 还是会找一些 体质比较有的股票来做买进 这个是第一档 是股松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资源 好了 资源 资源就很妙了 资源也是了 我们再把这个线型 再缩小一点 这个线型 你看它下跌 它这个融资 也是大幅的一个缩减 那资源它的产品 比较特别 比如说它一个是细制裁 对不对 比较不会说 受到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 供给过剩的一些影响 那线型再缩小一点 其实它在这个30块 我们再 请老婆再缩小一点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它其实长线的这个底部区 我说相对的股价的低档 大概就是30块以下 那它其实每一季 也是赚0.7 0.8 就是说都还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公司 那我说产品的这个特异性 让它不会说 处于说我们说那种流血的 杀价这种竞争这种产业 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OK的 这个是资源的部分 所以有机会 虽然还没站回五十线 有机会的话 等它守稳的话 我想这些还是首选 我们来看下一档 对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尚伟 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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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伟对 好 尚伟也是很特别 我们说这个大陆这个 你说 风力发电 对 全球的这种建设已经过剩了 接下来是什么 这个环保节能 还是大陆还是要做 那就他们觉得说 最便宜的还是的这个风力发电 所以我们说 这个之前涨不是没有道理 每一季的都赚2块钱到3块钱 这样 所以全年来讲的话 都会是8块9块钱 那大幅的修正之后 当然冬至它之前在上涨的时候 冬至都已经都先跑掉了 那慢慢的有一些回升 那所以股价也修正到前波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接近的平台 这个整理区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大概在今天你看 拉到这个涨停了 也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我想 也以这个 机优的这个股票来做一个首选 那下一档 我们就看这个信辉好了 信辉好了 好 那信辉这个股票 也是不错的股票 虽然说赚的钱不多 可是它成立20年来 20几年来 没有一年是亏钱 那这个我们说 这个台湾 是不是稳定配息的股票吗 对 它是每年都是赚钱 都还是有稳定的一个配息 我们说 这种医疗保健股 台湾的老年化 你这个 我们说 这个你去市面上买 买这药 就是什么 信辉通路 信辉专柜 广告都打很大 所以你看 它大盘已经破底了 可是它其实还没有破底 有没有 所以也是一个强势 那融资也是明显的 经过了一番的 应该说筹码整理了 对 它也领先下跌 因为前一波是什么 升级股不好 都跟着跌 好 那下一档 我们就看这个合同 合同 那合同呢 它的这个净值 净值是11块 跌到剩下6块8 这个鸡蛋水饺股 这档 因为它公司可能赚了钱不多 可能每年 大概是可能在亏损 跟赚钱的这个边缘 但是因为它这个净值 还有11块 那我想投资朋友 不是说叫你现在 就去抢净 不是说因为 这个有时候越买越低 可是我觉得看上说 第一个它融资也降 第一个融资也降 第二个是说 它净值还有11块 那我们说它这个是种 它是做那种所谓那种 家用清洁剂的这种原料 所以这个基本上 这个也是比较特殊 不像电子业 这种所谓的 这个杀家竞争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 这档的股票 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好 谢谢路明 事实上刚刚这个 融资拉紧报 危机还没解说 还是要特别流行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 要锁定是财富游文团 精准的血糖检测 是做好健康管理的关键 测血糖 精准最重要 我推荐 我推荐 锐特血糖机 锐特 Rite Test 全国流荡品拍卖会 来接送20分每赞 珠宝名表名牌包 一折起标 免收15%手续配 7月31下午5点至9点 提前预览会 8月1日至3日 台中长容酒店 抢购专线 0800268777 一个心动 0.1秒 一个奇迹 0.1秒 爱上一个人 只要0.1秒 一闪动人心 搭配远传 全新4G绝配费率 R7只要0元 超越葡萄糖胺 你需要白兰式保洁胶原钉 含UC2胶原蛋白 精证实行动保洁力 是葡萄糖胺 加软骨素 两倍以上 一天一定 补兑保洁力 行动采购力 快播080086411 买就送十天体验 介绍你这台 兵力移动式水冷器 一台得多台用哦 是物化机 超神电 40万机 净化空气 是互利子机 很健康哦 更生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器 只有165瓦哦 真的超神电 用得很放心哦 所以冰力水冷器 会给你存所未有的 12大承诺保证 静强降温 物理除能至冷原理 根据环境不同 最高可降温8度 滋润空气 呼呼式水循环冲洗 生发量大 喷雾加湿效果更好 净化空气 特大空气过滤网 水连双重过滤 更有效净化空气 宁静自然 还有美国骨马威克 润滑电机 运转超稳定 自然宁静 人性关爱 为电脑控制 清除按键 数码显示室内温度 掌控自如 6公尺远距离遥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时关机 监控风鸣提示 关机自动记忆 健康生活 不离死杀菌 除臭 油污分解 速冷飙风 创新双涡轮离心送风技术 风速每秒12公尺 宝石美容 创新恒雾功能 水分子超维系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尘 污水自动体式 上下左右摆动 立体送风 净霸超净 6档风速 3档自然风 3档睡眠风 净风 净阴 随心所欲 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净净冷 只要十分之一 电费的水冷气 马上买 马上冷 马上省 兵力移动式水冷气 我们大家常听到 你漆了没 是因为糖化血色素 在漆一下 就能够降低 病发症的风险 规律的运动 可以帮助控糖 减重 每周呢 潘老师建议你 五天每次 三十分钟 注意避免低血糖 快跟潘老师动一动 改变糖尿病 你气了没 你是我的小苹果 运动好处不嫌多 好 回来现场第一手 融资券最新变化 那么今天上市融资 继续减9.09亿 上柜减3.36亿 但是呢 在融券部分 今天上市上柜 同步的增加 重点来了 我们来看这三天 短短三天 上市的融资减了101亿 这个速度之快 当然跟我们 涨跌幅 个股调到10% 应该也有关系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耐不住 也没办法 就被断头了 所以减了101亿 待会对于大盘 明天走秀 我们请专家分析 不过个股 赶快帮投资人解惑了 好 一开始的话 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幸福 一起来看一下下 登入FB很方便 留言很方便 上电视 这几位里头有Sunny 有Judy 这些个别股题材 好的 我想其实像 Sunny问的这个 神准这档个股 算是近期 这个表现相当强势的 例如说我们直接看一下 神准它的一个 K线图好了 其实神准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季线这一条来讲的话 这一波大盘已经杀到 年限都已经离很远了 可是这档个股 基本上只要点到季线 就上来 主要当然是来自于 它一个比较优异的 一个基本面 因为其实它 第二季的EPS已经出来了 单季赚了四块钱 而且是连续三季 都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说如果说你 这个投资人 刚好持有这档个股的话 恭喜你 你是买到这一波 非常非常强势的电子股 那如果手上还持有的话 我认为其实短线上 它还是可以 持续的一个抱着 那至于说 如果说你对这档个股 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就是回到季线以下 如果量缩的话 量缩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有没有这个所谓 低阶的一个买点出现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一档新挂牌 跟PA有关 就是这个Judy问的 像这个3081的 这个联雅的部分 那我想其实联雅来讲的话 刚刚挂牌前两天 表现并没有特别的突出 不过今天一军突起 这个股价创了挂牌 来的新高 那当然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它是新挂牌的股票 所以它的筹码 是相对集中的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下面换成一下 这个投信 投信的一个进出 其实投信来讲的话 今天开始明显的大买 今天一天买了260张 所以我们知道 像这种新挂牌 然后中小型 这个筹码比较集中 股本比较中小型的 个股来讲的话 只要有这个投信 法人的买盘加持 其实有的时候 它涨起来的速度是非常快 那刚好今年整个PA 相关的一些 这个产业表现也非常不错 所以我认为 这一档个股来讲的话 如果说投信的买盘 依然可以持续不醉的话 这一档个股 可能未来还有机会持续创高 那快速的看一下 还包括像是 有人问到这个旭幅 这个Little Tiff 问到这个旭幅 还有金城 我们也直接看一下 这个旭幅它的一个K线 那其实 今年来讲生计股 其实表现来讲的话 是差异性非常的大 前半年很多股票 是一路在破底 特别是新料 为什么 因为没有EPS 公司都没贪金 那刚好呢 去年这个GIA的这个状况 爆掉之后呢 很多新料今年都被这个 很快的这个做一个调节 不过旭幅是有赚钱的公司 而且旭幅你看 破的时候很快站起来 所以我认为这样个股 我们也可以持续留意 少数有赚钱的 这个是原料药的公司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6214的这个金城 那金城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K线 稍微再拉远一点的话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之前 一波从60涨到85块 主要呢 是大陆四方金创的一个挂牌 但是不能只因为题材 来看这档个股 其实它6月份的营收创新高 第二季的营收也创新高 那当然 现在重点就是说 能不能快速的先站回到 这个军线的反压之上 我觉得这个会是 比较大的一个重点 不过就基本面来看的话 今年的一个状况 应该还是会持续生长的 好 这是在金城的身上 倒是在相关的 个皮股题材部分的话 还有在心拳 红杰克 或者是在3264 这些个皮股题材身上 还有点名问到LED的 LED哦 这个LED就有趣了 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看一下 像这个 它这边有点异光 有 异光跟金电 都是两档 这个LED相当具有 这个代表性的个股 你可以发现金电 到今天 还在破底 还在破底 然后呢 异光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走势也非常的弱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LED这个刺猪群 其实包括像美国 像Cree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是跌跌不休 所以从美国 跟台湾的一个景气面来看的话 其实LED今年 特别是在第二季来讲的话 确实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像这种 还没有见到 这个短线上止跌的讯号之前 就是说至少 要有一个带量的 这个长虹 可以把它吃掉之前 我觉得短线上 这样的个股 都先观察 但是呢 不要轻举妄动 先不要轻举妄动 毕竟这个确切的 这个落底迅当 还没有出来之前 它有可能这个股价呢 还是为了呈现一个 弱势盘跌的一个状况 持续在发生 所以这种个股 我建议还是先观望就好了 好 这是幸福帮大家解析的 一些相关个股 好 谢谢幸福 跟身上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话 要请我们的马哥部分 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下 在一些相关的题材里头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说 这几个重点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在融资的部分的话 也减得不少 那么融资不少之外的话 马哥 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 明天的行情观察呢 好 我们先看看 这个地方 融资的基本上减少 对于充满安定 是当然有好处 可是一直连续性减少的话 就要担心 是不是这些散户 已经完全丧失心心之后 做不断的撤离 那尤其要注意到 外资这一波 事实上也被套得蛮惨的 所以外资被套得 这么惨的情况之下 如果散户后续不做 追进的条件之下 对于市场 也是没有特别的一个好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观众朋友 所问的一些股票 第一打来跟各位报告 德利 德利来看是属于 UA概念股 注意到 他第一季只赚了0.28元 可以看到吗 这张图没有 你可以看到 33块我们那边 是不是爆出大量 爆大量区域 注意到 以德利的股本 只有21.6益 在那个地方爆出 都是3万张以上的大量 表示什么 在那个区间 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偷跑了 所以这一波往上做拉 虽然看起来是强势 但注意到 接近前波高点的位置 我认为 投资朋友们要注意到 千万不要再去做 盲目的追加 因为UA的股价 在昨天创新高的同时 德利这边股价 今天就出现 开高阻地一个上影线 所以基本上这张股票 在本益比过高情况之下 加上33块5毛 附近的一个调节 这个卖单出现 这个状况 很明显的情况之下 往上去做 顺势拔档会比较好一点 那第二档股票来看 葡萄王 那葡萄王大家晓得 它有转投是一档股票 叫做蒲仲 这档股票是没有上市的 每年都赚了 这个五六十块的这个EPS 所以这个葡萄王 从他这边所回馈的 这个获利也相当的不错 但是因为葡萄王 这个股本比较小以外 也就是筹买相对比较安定 目前来看法则还在做买超 融资也在做减少的情况之下 看起来股价 还有机会往上做挺身 但是注意到 季线这个位置 如果未来有跌破之后 再谈升上去 那就要稍微做一下 短线减码的一个动作 第三档股票原项的话 稍微注意到 六月份营收年减7% 那第二季的营收 也比第一季做衰退 那尤其第三季 看起来产业透明度 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股价今天还在破低的同时 这档股票逢反弹 应该做一下部分的减码 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来看看 第四档股票就是永贯 那刚刚这个 陆米有报告过上尾 今天拉涨停对不对 那永贯也是同样的 是做这个所谓风力发电的 所以由永贯来看的话 今天股价在这个地方 也做出第二根的 弹升条件之下 这个地方注意到 今天量能稍微做萎缩 但接近到季线附近的位置 或许会缝压 但是这个地方的短线上 看起来是相对强势 但是接近到季线的位置的话 就应该做一个部分的 减码跟拔档 阳明的六月份营收年减7% 之前的欧美的航运的运价 稍微调涨 但最近的运价又往下掉 所以对于这个 海运的位置来看的话 是比较不利的 包含长龙海运也是一样 所以阳明的话 这个地方短线上 虽然股价目前没有迫跌 但是原则上 注意到上涨的压力 已经逐渐显现 所以未来有弹升上去的话 基本上还是做一个减码 会比较好一点 好 谢谢马哥 那么陆兄部分 预期 台虹 东阳 郝乐迪跟郭台鲜 我想预期这档 好像放烟火 可是往下放 快速的一个下跌 所以变成短线上 上方大概七八十块以上都是套牢 所以我想逢返谈的部分 投资朋友如果有没出场 还是逢高的 建议做一个出托 因为看起来它这个线型 这个一定是有高人在里面 所以还是要谨记的风险的问题 那第二档就是台虹 台虹我想算是比较安全 我们说CCFL PCB的部分 它这上游原料 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那线型我们可以再缩小一点 其实你看它最近来讲的话 开始有慢慢出量 股价也来到的 我们说了 以往的前波的低点 其实可以再放小一点 就是说整个间距放小一点 大概接近的四十块以附近 都是前波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成本 主力的成本区 第三档就是东阳 我想东阳 我们不用从量上来看 我们从它的外资的买进的 下方的成交量改成了 外资的法人进出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你看东阳 为什么它这个线型 是均线多头排列 然后外资持续买进 因为以前前任董事长 被控告是说 把一些新要的专利 都好像无偿授权给人家 原来的董事长 在回任的时候 去控告前董事长姓林 大家都知道 这个部分 我想外资会大力买进 不是没有原因的 好 谢谢 我们三位正在解析 那待会我们要特别 跟大家关心的是健康友方 台股希望吸筋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 怎么样吸那 那还这样 就是那吃太多伤身 所以我们有吸那包 还有告诉大家 怎么样吃良心面 不是黑心面 因为黑心会慢慢毒害 我们身影健康 大家都常吃面对不对 所以不能吃到黑心面 怎么选呢 我们有做 势必滚针咬壁 喷射引擎 NASA度母活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